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原生你好 嗨,Della好,大家好 今天突然想起一個狀況 想原生不如跟聽眾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和你的療法如何幫助 就是在說一個口吃 即是我們叫漏口 在電影界上最有名 最代表性的 就是以前我們很小小看的那個西瓜跑 他做過的角色也是漏口 近期有另一套外國影片 King's Speech 說外德華不小 其實他都是天生有口吃的問題 但作為一個君王 很多時候都要講一些演說 當然是代表你有一個家的尊嚴 這個外德華不小 他要克服這個問題 請了很多人 最終他用了疑乙治療的方法 那位先生很用心慢慢教他 在影片中看到 很用心 回了很長的時間 終於他就可以改善到 那原生 同類療法 同類療症我們經常都在說 奇難雜症都難不到 這些情況 可否有些療症幫助病患者 不用等幾年 或者可能十年 都未能改善到 這齣戲大家都很简言傳的 叫做The King's Speech 整齣戲是說 這個外德華不小 應該是不是以利沙伯的爸爸 好像說他登位的時候 因為他的兄弟社會 他不要做 他就要硬頂上 他從小都有口吃的問題 作為一個軍王 他都是需要去演說的 應該差不多經常要做 但對他來說 這真的是一個苦差 很厲害的 沒錯 這齣戲 有一個老師 如何苦心 用很多時間 慢慢把這位國王 口吃的問題 就是克服了他 最後他作出一個很動人的演講 出戲是非常好看的 口吃的問題 其實我都遇過幾個人 這個挺嚴重的 其中有一個是寫 《醜惡的美國人》的作者 叫William Ledera 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在Gorda College 在Volumont讀大學的時候 他曾經來我們的校園 給我們一些演講 當時我看著他 那種掙扎的說話 他很辛苦在這裏 才講講講道 但他是一個作者 經常被人邀請去講話 他就照去的 當然他一定去的 但那本《醜惡的美國人》 那本書已經出版了很久 因為這本書而成名 我們當時就聽過他 當時我坐在這裏聽他說話 他在掙扎的那種感覺 令我要忍著不要笑出來 你看到那種表情 很辛苦才說出來 那時候我就忍著不要笑 這是我第一個 早年遇到的很明顯口氣的人 然後我回到香港 我認識另一個人 他是香港一個很出名的 大型家具店的老闆 我跟他認識之後 他對自然而言也有點興趣 我跟他交往發現 原來他也有這個問題 但你知道 我很難去自己推薦自己 沒錯 如果他要我治療 我當然會幫他治療 所以我沒有機會幫他治療 這個問題 其實我記得我弟弟小時候有一點 不是太嚴重 到慢慢的時間 他已經長大了 慢慢的都可以 就是克服了 但如果我真的遇到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用平靚正 有效安全的同類療法呢 如果我自己查一下 我們的臨床症狀的字典庫裡 我們Under Stammering 口吃的項目 其實都有百多療劑 都是很多療法 始終也是 我們同類療法很少 有機會用一些單一療劑 當然也會有 但很多情況之下 不是單一療劑過去的經驗 是可以處理到的 其實很多療劑 都是過去成功處理過的 有些是大療劑用得多些 有些是中等一些 所以我看我自己的資料 大療劑也有10隻左右 有些中療劑有些小一些 有些是根治好 很常用成為大療劑 有些是舒緩的 有些是不常用得著的 就成為中療劑或者細療劑 好了 在我們的字典庫裡 我通常就再分類少少 除了你說口吃 那什麼情況之下 口吃呢 如果它是因為生氣之下 它平時可能是好的 但情緒一生氣 它就會出亂口吃了 這個療劑就是Corsicum 和Sephasagri 阿聖納Corsicum 和菲燕草 Sephasagri 這兩種是用得著的 如果它是有酵喘的 可能是酵喘發作 它就會口吃 這個療劑也是Corsicum 如果它的口吃 是對某些字的發音 它不是全部的 對某些字的發音 出現口吃的問題 療劑就是南美蛇毒 如果它的口吃是小孩子 也有很多療劑 就是Agaricus Belladonna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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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種療劑 有時候可能會用其他 有膠也用得到 如果是因為 出現口吃的時候 它有些静鑾 或者抽筋 療劑也是曼陀罗Stracmonium 如果是因為興奮之下 令它的口吃是嚴重 也有十多療劑 包括Agaricus 毒鹰磺 Corsicum 是阿聖立 Digitalis 是牧地王素 和心臟有关 和Stracmonium 就是曼陀罗 如果它的症状 你看到它是要很辛苦 很用力很用力才能说到症状 这就是曼陀罗Stracmonium 我现在想一下 当时的丑恶的美国人 William Ladler 他是这样的 他很辛苦 要这样才能说出来 很可惜 当时我还未懂得和尿化 这是五十多年前 我也不懂得和尿化 要不然 可能这个疗劑可以救到它 这是曼陀罗 如果是因为说得快才出现 这个就是Lacconium 狗奶 如果它的症状 第一个字很麻烦 很难说的 口吃的 接下来很顺 这个就是Spigeria 如果它是第一个字差 接下来就不行了 那个Secruiter也是 如果是 最后的字 最后的字 它就会有口吃 这个症状 这个疗劑就是Lacocode 石虫形 如果刚才说 某个字会有的 就是南美石头说了 如果它说话 它说话 每个字都说得很大声 这个疗劑就是Hiociamis 如果它说话又快 很急很快 还有口吃 这个就是拱水鱼 所以 就是视乎那个症状 有一个症状很有趣 如果性行为之后出现 这个Sidrum 这个我也没什么机会 也没听过这些 有人这样说这个症状 就告诉我 如果它的症状 就是单一字说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要Face 这个很少 如果有些情况 就是如果遇到陌生人之前 它才会出现的 这就是Digitalis 和Sacrasegret 飞燃草 和墓地黄 OK 如果突然之间 就是Mgnesium Carbonicum 如果是小朋友 在出牙期间出现 这个症状就是Sacrasegret OK 好了 在Tai-Foi 在双行的时候 出现这个症状 也有几个症状 因为 恼怒就是Crocycum 如果我回想一下 我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 那个曼陀罗Sacrasegret 应该是 最似乎很多人的症状 当然 用这些症状 是没得急的 是 这些问题 在医学上 基本上是没有药医的 是 但是很幸好 和尿化不是一般的医疗 是一个很神奇的医疗 所以无论你有什么 古灵精怪的症状 都有机会 可以用到一个好的疗剂 当然要适用 疗剂不是那么容易选择 但是我始终都希望尽量教 最好的关于同学疗法 就是它没有辅助 但是都是要选择得对的 所以起码大家知道 这个地球上是有很好的医疗工具 很多时候就不要放过机会 不要这么快放弃了 哎呀没得意 没得意 你试一试 找一个好的同学疗法医生 其实是有很大希望 很多古灵精怪的问题 都可以处理得到 谢谢盐医生 一般来说 大家都在家里 或者听到有人患上这个口吃 其实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帮助他们 只是用一些言语治疗 令到他们有改善 至少能表达自己的意愿 当然很多时候也要经过一番努力 才会见到少少的成绩 但正如同学疗法在地球上 是一个很全面性的能量医疗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要放弃 未必可以即时有功效 因为这些已经不是一些 创伤性急性的问题 但给一些时间 找到适合配到对的疗剂 其实有很神奇的好转功效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 常被一些疗剂在家中有问题 便可以达到有被无患的情况 谢谢盐医生 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的尿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盐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